- 想在這裏同大家插播一個廣告 這個廣告就是優兒英語拼音的教學之力 也在澳大上課 如果在8月2日留位可以享有一個早料優惠 就減500元的學費 這個課程在2022年已經超過400名老師畢業 記得在8月2日之前報名就可以有一個優惠 他們就會在10月開班 詳情的資訊我放了在描述欄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呀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這一集同大家看過澳門新聞 這單新聞就講緊是有個詐騙集團洗黑錢被人拉了 根據新聞報道,三民的澳門本地男人 就涉嫌協助內地詐騙犯罪集團 將詐騙所得的款項利用銀行卡接收騙款 然後再去到澳門中區兩間珠寶店 賣一些貴價的物品 然後就將這些騙款洗白了 司警聯同內地公安分別在澳門和深圳拉了4個涉案人士 其中3個人在6月28號在澳門多個住宅單位就被司警拉了 他們就拒絕合作和不配合調查 行動入司警就起出總值75萬澳門幣 用騙款所買回來的財物和懷疑所得款項 司警拉的3名本地男子分別是姓女33歲、姓溫28歲、姓徐25歲 他報稱無業內地公安在今個月22號在深圳拉了個姓李30歲的涉案男人 他當日坐高鐵計劃潛逃時被人拉了 而案裏姓溫男人負責開車去接載同黨姓李的男人去到珠寶店消費 而姓女和姓徐的人負責看水 他就接收姓李的疑犯在珠寶店所買到的貴家財物 司警就落案告犯罪集團、詐騙罪及清洗黑錢罪 根據資料調查所顯示 原來姓溫的男人在今年3月在澳門涉及一宗嚴重的交通事故 他就是交通事故入面引致他人死亡的司機 是涉嫌觸犯個室殺人罪 所以這一個姓溫的司機已經被司法機關剪了他牌 即是收回他的駕駛執照及禁止他開車 但他案發時處於停牌期間 是開車協助內地的詐騙犯罪集團犯案 所以司警就要加控姓溫的男人在禁止駕駛期間駕駛及家重為令罪 他說3月份就叫做有單嚴重交通以外就車死人 好可能就是之前代駕駛的一宗來的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因為找來找去好像只有那一宗 想不到原來都只不過是剪了個牌 他還可以周圍走再犯賣這宗這樣洗黑錢的案件 好了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下邊留個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